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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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妈妈刚做完手术不能太累 所以我要帮家里多分担一些农活 我爸爸要求我们数学和语文都要考考很高分 才能让我们才能让我们打球 如果退步了就不会让我们打篮球 我就想要看ani 就到中间的那种学校 然后我刚才能得到中间那个时候 是打球的那种系统 我还是过去那种系统 我会在学校随着 你会在学校这种系统 我在幸运会上拿过名字冠军 最佳球员 有很多的学校都邀请我去读书 我打球去过两次北京 两次上海 还有山东青岛和山东日照 浙江 杭州 成都 不打球的话 这些对我们来说太遥远了 他们都说篮球是巨人的运动 身高不过的话 打不了职业的话 就去当体育老师 这样就可以贴贴打球了 这些对我们来说太遥远了 他最近变化很大 打一个小学生运动会 关键时刻没让各位杀场 然后就输了两分 拿了第二名 打一个小学生 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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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件事情一个月没来训练 我不觉得他的身高是他最大的律师 闭口 你是不是放弃过我,有没有,那为什么不来训练,心情不好 越是这种时候,越要保持自信,身高决立为了这个主要的因素,都要是靠努力去训练的 看你身高,我觉得还会长高,比我还高 越是这种时候,你是越要保持自信,身高决立为了这个主要的因素,都要是靠努力去训练的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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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经常在外面打比赛 就是想用篮球能走出打山的方式 去外面去学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我们打的很多比赛一直都是我们身高上的差距 来 放 扶上去 安全 但我们也一直能赢比赛 这不是因为身高上的问题 这是一个看你是不是全力以赴去打这场比赛 阿古墨是一个敢打敢拼的一个女孩子 当比赛有一些技巧的正面可能会比男生差一点 但他那种拼教不比男生差一点 柯墨他其实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在场上的时候很积极 上场就是要赢一下这场比赛 他在场比赛 尤其是被犯下距离 我的人 MING A 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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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们很热爱篮球 通过篮球去看见了 只有在书本上或者电视上看见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挺有意义的 这篮球是一个团队运动 把这些孩子组织在一起 创建这样的球队 让孩子们去追梦 我说好 吗 说好 说好 对 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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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好 你的目的是什么 我的目的是 找到一尾巴去打职业来杀你 我想去打职业 打职业 对 然后我们就去大城市完了 你以后想去哪里 小高 秋庆 上海 太好了 很特别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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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